大家好,我是拉美网红MCN Goji的BD负责人Rita佳璐 今天非常荣幸地有机会跟在座的各位做一个交流分享 我们前面也听到了很多优秀的前辈的分享 可能更多的是关于英国或者北美地区的 除了这些成熟的海外市场之外 有这样一个新兴的非常广阔的市场 可能超乎大家的认知和想象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主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提起拉美大家会想到什么 是很丰富的资源或者是什么墨西哥独销 Sexy Lady之类的 这些其实都是拉美 但是在这里我想 不好意思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关于拉美的商业数据 那一个是1000亿美金一个是100.6% 那这两个数据代表着什么呢 根据一个权威的数据预测 预计到2022年也就是明年 拉美的一个电商的年销售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 那不单单是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拉美电商的一个增长速度也是非常恐怖的 像2020年阿根廷的一个电商销售额增长呢 是达到了一个100.6% 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 而整个拉美地区呢 也实现了一个超过63%的增长 那这个增速呢 其实是远远高于25.7%的一个世界平均水平的 那除此之外呢 拉美地区的消费者 其实对跨境商品的接受度是非常的高 根据e-market的一个数据显示呢 在巴西有超过2300万的一个消费者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购物 而且巴西人喜欢购买的跨境商品呢 大多数来自于中国 美国 日本等等 另外超过45%的一个增西哥的消费者 也有过跨境购物的尝试 那其实呢 拉美的黄金机会已经吸引了非常多的 头部的一个中国企业 像华为 滴滴等大公司 其实早早就已经在布局拉美了 那像滴滴呢就选择了墨西哥作为 他们出战海外的第一个落地国家 那包括我们的媒体行业 像海外版的快手QA 也刚刚开启了在巴西的一个电商直播 那像TikTok预计在明年的Q1 第一季度也将开启拉美的直播业务 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公司在整个拉美市场 都有着一个非常势不可挡的一个发展镜头 那这么充满潜力的一个宝藏市场 大家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呢 那我们公司Goji是做什么呢 就是让大家心动变行动 我们帮助所有的出海企业 来开拓这片可以说是 遍地式黄金的宝藏市场 那我们是一家立足拉美 面向世界的网红机构 那我们目前呢是有九大office 我们的总部呢是位于巴西的圣保罗 那像包括在中国 美国 墨西哥 阿根廷 西班牙 克罗地亚等等 都有我们的一个办事处 那我们作为领先的拉美网红MCN 我们有超过20年的一个行业经验 并且我们成功合作超过1000个商业项目 达成的一个商业销售额呢 已经超过了10亿美金 那我们公司呢也是一直专注于拉美市场 愿意为所有有意愿来拉美企业 绝金的企业来提供一个一站式的网红营销服务 那提到网红营销服务呢 可能很多企业在出海推广的时候 会面临这样的几个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该如何去推广我的项目 那像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这个推广渠道也非常多 像主流的有Institalk YouTube Facebook等等 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小众的地方的社区论坛 那这么多的一个推广渠道 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一个或者哪一些媒体渠道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推广阵地 那这个渠道的对应的网红又去哪里找呢 那是第一个问题 那可能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找到了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网红 但实际上的一个推广效果是并不尽如人意的 甚至可能还有更不幸的就是我们本来答应合作的网红 因为各种原因 网红跑路了联系不上了等等 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物力甚至金钱 那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 或者说担心会遇到这些问题 怎么办呢 来找我们 我们帮您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我们作为非常专业的一个拉美网红营销机构呢 我们为企业的出海提供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保障 那超过20年的一个行业深耕呢 我们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媒体资源 那我们旗下单单是仅仅是签约的一个网络红人呢 就有超过2万 同时呢我们拥有拉美本地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专家团队 会结合客户的一个产品特征和我们博主的标签 进行一个高适配的一个网红匹配 为企业的推广提供一个全方位的策略支持 那其实对比其他的海外地区呢 拉美的地区的网红资源 有着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受众覆盖非常的广 那拉美目前呢是有一个超过6亿的人口 那根据2020年的数据呢 其中超过84%都是涉美的一个活跃用户 那这个受众体量其实是远远超过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地区的 那其次呢是一个超高的性价比 对比欧美等成熟的市场呢 拉美地区的网红市场其实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蓝海的阶段 那行业规则呢和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那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们品牌方的话语权更大 也更容易通过一个专业化的一个运营来取得一个高性价比的合作资源 那最后呢也是最重要大家最关心最实际的一点就是合作价格 那其实对比欧美网红呢 我们拉美的网红收费更低 同等粉丝体量的网红呢 广告收费其实仅仅为欧美网红的一个五分之一 甚至通过我们专业化的一个运营呢 我们可以去沟通协调中小网红 来同意通过产品寄送啊 支换推广这样的合作形式 从而最大限度的帮助企业来节省推广费用 那下面呢是我们旗下的一些网红资源展示 我们旗下的网红资源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那从粉丝数量几百万的头部网红 到可能几十万粉丝几万粉丝 或者几千粉丝的一个KOC 我们都有非常多的选择 而且我们的博主类型呢也是涵盖方方面面 那无论你是fashion beauty 美妆 服装 lifestyle 或者是homedecker DIY APP测评等等 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个很丰富的选择 所以可以全方位的一个满足不同企业 在不同阶段的一个推广需要 那这里是我们旗下的一个部分知名博主的展示 像这位非常火辣性感的Yasmine Blunet 是拉美的一个知名的模特 也曾经上过体育画报的封面 在Inns呢有280万的一个粉丝 另外一位呢 Gaby Loops也是在拉美地区非常知名的一个演员主持人模特 在拉美地区非常有影响力 在Inns上有超过230万的一个粉丝 那目前呢我们主要提供三种网红营销方式 那第一种呢就是多媒体渠道的一个网红推广 我们可以去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一个高适配的网红选择 并且结合这个媒体渠道的特点来定制化网红推广的内容 从而最大化地实现品牌推广的目标 那第二呢就是网红的联合活动 我们结合品牌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产品特征呢 我们可以定制化线上的一个网红活动 那无论您是想增加曝光 还是说短时间内提升转化 我们都有非常专业的一个策略支持 那第三呢就是线下活动组织 也是依托于我们在海外本地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 我们可以承接组织线下大众小型的一个活动 包括线下品牌发布会 新品发布 合作论坛行业峰会等等 全方位的助力中国品牌出海拉美 那最后呢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全套的网红解决营销方案 我们的这个服务核心呢是一站式的服务 企业只需要把需求和订单给到我们 我们会根据企业的一个基本情况 基于一个专业的数据分析来精准匹配 到一个高适配的网红 那通过我们客制化的一个策略制定和内容创作呢 进行一个整合营销方案的推广 从而精准处达到目标客户 也可以帮助我们企业降低成本 实现最大化的一个曝光和转化 那这是我们在拉美地区服务过的客户 那其实像可口可乐 联合力华 阿迪达斯 佳能等等 非常多耳熟能详的世界级企业呢 都是我们在拉美地区合作过的一个服务客户伙伴 包括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很出圈的那个酒类品牌 科罗纳也是我们最近在服务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我们更希望可以依托于我们强大的一个 拉美资源和丰富的经验 可以帮助 更多地帮助中国企业 在出展拉美的赛道上发光发热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内容 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添加我们的微信 跟我们做进一步的交流 非常感谢